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燕哥 你會覺得生活當中有什麼樣的事情 既是要享受 但又要講究了是不是 開玩笑 耍廢有什麼好講究的 耍廢 你以為就那麼簡單 手續程序一大堆 一開始你是不是想辦法 先把七小哄睡 就是一個安眠藥的功能 撐安眠藥 好好的讓他們哄睡對不對 然後你把沙發清乾淨 洗個澡 換上睡衣噴香香 然後呢就是倒一杯紅酒 選一部好看的電影 躺在沙發上 電影一開始 什麼爛透 所以怎樣 你的大肚男就是每天這樣練出來了嗎 我不許你這樣講 我這樣一直維持我的體態 也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因為我怕他們又去找我演 愛的迫降續集 好 我知道 因為第一集是南韓千金 然後迫降到北韓的愛情故事 軍官救了他 對... 那第二集的續集怎麼樣 就是一開始就是你北韓軍 對 然後迫降到南韓 對 就被掃射了嘛 對... 所以說特別篇大概只有十分鐘 就結束了這樣 就結束了 太好了 什麼太好了 到底要聊什麼 沒有 我們就是要聊一下這個 其實外國人他們都說 他們自己懂得生活 台灣人都沒有生活品質 他們就是拿一本書有沒有 就坐在他們家的前後院 一個下午他們就過去了 然後他們說這樣他們懂生活 很懂生活 然後說我們台灣每天在那邊趕趕趕 趕得一點生活品質都沒有 今天就來看看你們到底都會生活 是有多會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隨信隨便又愛耍廢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享受講究 從不將就 我們的聯合國新郎歡迎 歡迎 因為各國代表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啊 每一天一定要有的這個享受事件是什麼 我當然當然 我跟你講 你們台灣人 講些能播的 可以 我今天可以 我真的發現你們台灣人真的 不夠自己的生活享受 我跟你講 我們日本人 獨自小酌 因為沒朋友 下一位 等一下 我還有很多朋友 真的啊 對 但是就是 我的意思是 因為那個 很多人啊 你們知道是我們日本人 就是下班之後應酬嘛 但是相信這個台灣也有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沒有應酬的時候 就是我一個人喔 一個人 我會去聚酒屋 好悲傷 等一下... 好怪喔 等一下... 悲傷 就是沒有要約你 才會一個人去聚酒屋 超熱啊 等一下就硬要講 不是... 你知道嗎 我不是那個 開那個 張宇燒的那個酒吧嗎 張宇燒賣蝦嗎 沒有 那是你發明的 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我開始那個 一個人的討餐 一杯啤酒啊 還有一個張宇燒啊 然後是那個小菜 買得多好 但是我發現 客人都是日本人 而且是一個人來喔 是 然後呢 就是 但是我很了解 他們的那個情況 因為第一個 不想回家 第二個 太早回家的話 老婆會笑他們 然後呢 就是不... 那他們有那個結婚的嗎 但是如果 單身的朋友們 我一樣 你看我家 也是啊 我一個人就是喝酒 一個吃一整個小菜 好悲傷喔 哪有啊 那一罐是什麼啦 台北車站龍山市門口 對啊 不是啦 是西門廳 沒有 沒有說真的啦 真的不懂 因為這個是一種 真的是享受生活的一種方式 像我夜市一樣 我也是習慣就是 每一天 想辦法先把七小弄碎 對 沒錯 沒有啦 就是因為 真的是想要喝一點點酒啊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晚餐啊 不管是在外面吃啊 還是在家裡吃 就是一定要有一點酒啊 但是你的一點點 跟他們的一點點 是不一樣的一點點對不對 就能活多一點點 又炸很多 又有原因嘛 因為... 對啊 沒有 可是因為那樣子 就是老婆通常都會說 就是叫我喝健康一點嘛 所以通常都會叫我 比如說你要不要喝一點的 那種蜂蜜檸檬 然後我就是說好啊... 然後就乖乖的啊 喝我的健康蜂蜜檸檬 但是就還是要拿一點啤酒來配 來配 對 那就是重點 那就是要在那邊喝一點點 而且醫生也是說 蜂蜜啤酒也不是要健康 對 可以混合這樣子啊 真的是要懂的這個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 想辦法讓七小先睡 因為他要享受的不只是啤酒 我覺得他最大的享受就是 吃垃圾食物 開泡了... 對 因為他真的一點不誇張 他每天晚上吃完晚餐 我都想盡辦法讓他 晚餐吃得超飽的 我想說這樣就可以 減少垃圾食物的量 可是他不是耶 他吃得就算再飽 然後我洗完澡出來 然後要哄小孩睡覺的時候 他就是左邊口袋 右邊口袋 全部塞巧克力 不想讓安東看到 可是 可是安東都看得到 都會跑去挖他的口袋 然後我把安東哄睡之後 我走出來房門 會看到他不誇張 他的... 他坐的位置旁邊 全部都是一大桶爆米花 五六個洋芋片 天啊 鹹的 辣的 全部都有 糖果都有 這滿滿的垃圾食物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享受 所以這些垃圾食物 不是安東的 是你們的嗎 還有零食櫃 包括那個佩佩豬也是馬丁的 這畫面真的 沒有 這隻豬 他睡不著覺 拍錄之前 那種拜拜的時候 桌上會拍的東西吧 對 也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我就是... 我喜歡洋芋片嘛 這是我的最愛 我真的就是習慣吃 可是因為我還是會吃山材嘛 是因為就是 我只有我可能吃垃圾食物啊 但是也不是每一天 然後吃一堆 而且我還會運動啊 什麼的 所以我可以吃一點 你是每天 他每天吃 他吃到安東從小 他就知道什麼叫垃圾食物 他不會說 媽媽 我要吃洋芋片 安東只要吃完飯 他現在都會跟我說 媽媽 我要吃垃圾食物 然後就跑到櫃子去啦 他就把這些歸納為垃圾食物 對 因為我也喜歡收集這種 因為像每次我出國啊 等一下 其他來賓可以先下班啦 對 我們先走了 還是讓他們在中間聊就好啦 拉一張桌子 對 因為像我每一次出國啊 我不會賣什麼 就是那種辦搜尼啊 或賣一些這種東西 我出國就一定要賣洋芋片 當地的洋芋片 才發過我們的浪漫 這種早上會 你到現在還會嗎 對啊 這是一個習慣啊 這是一個商務的一個方法 起來的時候你要親老婆 OK 所以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 他不知道 但是他馬上知道 然後以後就要來準備我的咖啡 然後因為我會吃甜的東西 所以要吃麥片 喝牛奶什麼的 然後 老婆出來要幫他 準備他的咖啡 然後要做一個星 他的拉鐵上面有一個星這樣 然後要跟他說我很愛你這樣 真的假的 你還拉花 我們知道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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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對 就帶了咖啡早上一樣 哇 好浪漫喔 因為如果早上開始不開心 一天就不開心 一天都不開心 其他人會這樣嗎 會對你另外一半做這些事嗎 親她我們會 我個人也會 平常我們去睡覺 我們先會親她說晚安 然後早上其實我們也會親她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跟你說 你早上就說早安那樣的意思 那你會就幫他弄咖啡啊 留早餐給他這樣 如果在一起很久 應該他幫我準備 他幫我準備 後來就說 謝謝老婆親你 然後親他 對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第一個禮拜 我也可以幫他 幫他泡咖啡 夢多也會 隔天他會留帳單 對 昨晚消費多少錢 沒有喔 他不會耶 好浪漫喔 法國人的早上 晚上還是滿重要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法國的時候 我們法國朋友 他們早上就有紅酒 真的我們那時候去法國旅遊的時候也是 早上的buffet一定都有紅酒直接擺在那 然後對法國人來講 就是早上喝一杯紅酒 是他們醒腦的一個 因為法國就是紅酒比水還便宜的地方 然後像我朋友他們就覺得 就喝一點酒 他們會開心 然後就是一種生活的享受 在早餐 可是如果不喝紅酒的人 可能就會喝花草茶 他們就是要有一個儀式感 就是要一個這樣的動作就是享受 我有一個法國的朋友 他是早上他不是喝紅酒 但因為他是SOHO組 他長期住在倫敦的地方 我只是去倫敦的時候找他玩 然後早上都約不出來 因為他固定早上的行程 是一定要到大英圖書館 他就住那個王獅之車站附近 然後他一定要到大英圖書館那邊 早上他裡面是可以點咖啡的 然後點一杯咖啡 拿一本書就坐在某個角落 他跟我講的講法是說 他感覺他背後那整面那個大英圖書館的圖書牆 就為他整天的知識做充電 所以每天早上他就是坐在那地方 什麼都不做 然後待到11點鐘 喝一杯咖啡 他就覺得我整天充電好像可以出去 很有氣息 因為你知道在台灣大家去圖書館 是只有考試才會跑到圖書館去 可是他是早上 有時候尿急的時候也會 接測的時候會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只要坐在那地方什麼都不做 他覺得就是他一天最棒的享受 我反而不一樣的 我就是非常的重視 我每天都一定要在海邊走走 要住宜蘭啦 對...因為這個也是 其實我搬到宜蘭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我真的不是都市人 所以我在台北就住不習慣 但是我搬到宜蘭之後 我發現我在大自然的裡面 就是每天都是很高興的 就是我去海邊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那種一走那個海邊 光腳走那裡 那個濕濕的那種細沙的那種感覺 在腳下的時候碰到水啊 然後你就轉過來 你從海邊你可以看到山 真的是非常棒 我可以想到我的故鄉 我發現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真的很療癒耶 像譬如說... 你上次你上次想不開的時候 坐在那裡 我常常... 對啊 因為我常常想不開嘛 海水不開 對...我常常想不開 我就去...我就坐在那裡 四個...然後我看那個海 然後我想...昨天那個演出很不順啊 什麼的 我昨天... 他跟我講這個 我很傷心說 我今天講這個我不應該講 然後我就看海 又想一想 我覺得... 好啦 其實都過去了啦 明天會更順利 就這樣吧 對 然後就...這樣就解決了 對啊 然後海中間 一直有人在跟你招手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聽到有人對你唱歌這樣 其實之前有個報導說 海洋啊的這個整個Wave的聲音 跟整個看海浪啊 是可以療癒人形的 對 是治療憂癒症最好的 還有光腳 就是光腳碰地板 對 這樣不要穿鞋子 接地氣... YES 那我也是超級喜歡去海邊走一走 但是我住的地方沒有海邊 所以... 所以我們五個人其實很喜歡就... 在外面走一走 沒有海邊還可以走一走 如果有喝還可以走一走 呼或是公園 然後你知道 健氣好的時候 大概會走多遠 會走到墾丁嗎 太遠了 平常 最少你知道你睡覺前 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半個小時 或是週末我可以去外面 但是在台灣我自己記得 在外面小小雨 不是大雨 小小雨 我跟朋友說 要不要一起去走一走 他說 在那邊下雨去幹嘛 你神經病 我說... 很浪漫啊 我們就跟那邊兩個人啊 你知道我就跟你抱一抱啊 沒什麼人啊 我們聽這個的... 下雨的聲音啊 大家說我是神經病 對啊 我覺得這個... 因為你不是法國人 因為你不是法國人 這法國人的話他會哭意的 但是這個也其實...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啊 然後這個... 就住在三重那邊 然後突然就是有一天是那種... 然後整個台北都淹水了 那我覺得... 好好玩 我跟我那時候的室友 我們就穿了泳褲 然後就是... 就去外面 然後就是... 就是那種就是在... 一直都在下雨啊 但是就是很多水啊 然後一直都... 類似碗水的這種啊 就是大的... 這是人家在救災 他們還是在鬧的 那兩個十老外 好玩啊 因為瑞典我們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沒有不好的天氣 只有不好的衣服 真的... 所以只要你的衣服準備好 你什麼天氣都可以了 他還有話可以說啦 他還有話可以說啦 經典京劇來的 真的 好 然後下雪的時候也更好玩 我們要回去外面 天氣很冷 我們就可以往你知道那個東西 做東西然後去吊 然後一起玩 然後是做一個那個叫什麼 學... 學人 學人做學人 其實很不錯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天氣好不好 還可以去外面享受 是啊 因為有時候老外看不懂 台灣人他們覺得 你們根本生活都不講究 也不懂得享受 就只會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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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是嗎 我覺得我有發現了一個點 我這次也是一樣 搬到宜蘭的時候 我有看很多很多人的房子 我們在那裡看的房子 都是非常大的 我們講的那種六十幾坪的房子 我走在很多人的家裡面 你走在裡面 而且是半夜的時候 半夜的時候走到裡面 想說有什麼好東西可以拿 然後我發現什麼 六十坪看起來是十坪 但每一坪都一定有裝超多東西 放很多東西 就是你要在那個超大的地方 你放一個瑜伽墊都沒得放 他一定要加什麼茶几 什麼櫃子 什麼椅子 按摩椅 按摩這個 我會覺得那你這樣 你拿那麼大的房子 完全沒有空間 空間就是要空間嘛 我們搬到那裡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唯一一個 外國人的鄰居 他的那個一樓是完全 幾乎都是空的 只有一個沙發 一個電視 就是基本地方 這不是因為他離婚了 不是 這老婆全部都拿掉了 都搬走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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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沒 就是空間就是非常大 所以就可以 哦 對 我就是要這樣 然後我的房子 我在一樓 我留了也是很空的 直到我連重機 我都可以停在我的客廳裡面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真的 人不懂的那種 放一個很大的空間 哦 我台灣朋友 他的窗很大 他就睡在旁邊 然後在窗上很多垃圾 都是那個盒子 袋子也是一樣 所以穿一半 他放了很多東西 然後在旁邊就這樣 是不是怕孤單要有東西陪他 其實台灣人這個 還是很亂啊 怎麼可以放在床上 台灣人很會堆東西 對 尤其女生很會堆東西 不捨得斷捨離 對 然後像我有英國朋友 很多什麼小優家什麼 那個娃娃就佔滿他整張床 什麼的 還有每一個女生都會應該床 房間會有一張椅子 上面有一個衣服 衣服衫 對 就是回去就先鋪平 然後把它鋪成一座衫 因為像我英國朋友 他有來台灣 他有嚇到 他說因為在英國人 他們把衣櫃弄得很整齊 是他們的生活品質上面的享受 可是他們都很喜歡看我們的衣帽間 然後一開就想說天哪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掛 把東西什麼都掛起來 裙子 褲子 上衣 什麼都掛起來 他們折的只有浴巾 可是我們台灣人就很喜歡找抽屜 三斗� 五斗� 四斗� 什麼斗� 然後衣櫃裡面的斗� 櫃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 然後掛了戴著有外套 不是櫃子的也當櫃子 對 然後男生大概就掛西裝跟襯衫 其實他們都用我們都用折的 然後英國人就看不懂 他們說你們這樣對衣服好沒有尊重 我說我們沒有空間一直去掛 他們都用衣服都是掛起來的 然後每個人都是房間的衣帽間 是很舒服 因為樣品屋類的 對 然後他就覺得台灣人就是 都是斗櫃跟抽屜 是 我當然就是很喜歡去IKEA嘛 然後我喜歡在那邊 就去逛他們那邊的蠟燭的 那個區域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種香氛蠟燭啊 因為在家裡啊 因為像我記得 我相信我老婆應該也是 就是我們每次會瑞典的時候啊 在瑞典真的是 就是比較少人會開燈在家裡 我們都是用蠟燭的 可能也是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白天就會 比如說冬天會比較短嘛 所以通常都是比較黑暗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是很喜歡這個蠟燭的 氣氛啊 感覺啊 所以我喜歡就是那種什麼 廁所啊 廚房啊 房間啊 客廳 都是要有一些蠟燭啊 然後我也會自己 自己就是創意做出 比如說買一個盤子啊 然後放一些那種 小石頭啊 水晶這樣子 再一個蠟燭這樣子 做這種設計的啊 比較漂亮 可是就自己動手做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浪漫啊 然後再加一點蠟燭 那你那麼浪漫的 你老婆是 她就不喜歡啊 不是 我不喜歡 因為你知道有了小孩之後 有小孩之前 我還可以跟你一樣 假裝這樣很浪漫 假裝就很浪漫 老婆 比較帥一點 因為你知道嗎 她買了很多的那些什麼水晶啊 還有那些小石頭 其實 安東很容易把它拿出來 灑在一地玩 然後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就是 其實那些香氛蠟燭 我都覺得它有自愛物 因為你點的 她不喜歡開窗戶 她喜歡開空氣晶晶機 但是你點了 整個屋子都是香氛蠟燭的時候 其實味道很強 像法會這樣子 對啊 整個地方點滿 整個屋子都是那個味道 那我都覺得那個 一直吸進去其實對身體不是很好 會不會它就是一直要這樣燒 一直這樣燒 然後把你們弄碎 然後它就有自由的時間呢 對 除了我的 而且她就說瑞典都是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每次回瑞典 其實瑞典現在都是用電的蠟燭 要是沒有燈 但是他們的蠟燭是插電的 就沒有那個味道 對 我看婆婆都是用插電的一樣 很有氣氛 那她是買的是真的要點火的 又有危險 然後又有那些燭煙 其實我是覺得不太好 我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在美國的話 我們比較是 如果是要出門的時候 我們要穿得比較整齊一點 就是說不要穿 你平常在家裡會穿的衣服 但是我發現其實滿多台灣人 出門的時候就很邋遢 就穿得很碎便 比如說有一次我跟我室友 我們是要去吃晚餐 然後我們要去吃一個 比較高級一點的鋼絲飲茶 但是我平常就穿的就什麼牛仔褲 也沒有好到哪裡 不過她就是穿 她平常在家裡會穿的那個綿褲 還有帽梯 然後我就這樣子出門 還有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餐廳的時候 服務員就帶我們去一個小的房間 就是旁邊的 不是大廳 是小的 然後沒有其他客人在裡面 也不是啦 就是可能他們通常如果人數比較多 他們才會開的 但是那個時候 明明就是大廳裡面有位子可以坐 他們還把我們帶去旁邊 然後走下來我朋友就覺得 好奇怪 為什麼大廳有位子 明明可以坐 為什麼要帶我們到這邊 然後我就跟他說 難道是因為你穿得很像流浪漢 那個樣子 他們會覺得會影響他們餐廳的 那個現象 所以就把我們帶過來這邊 然後後來他就問了那個服務生 所以我們能不能就是還到裡面 他說 不好意思 那邊的位子都已經聽好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有一點被欺負的樣子 如果歐洲人說這樣 會同意 我們覺得台灣人穿很隨便 可是美國人說 自己穿很隨便對不對 對 隨便了 真的 去美國你們穿很隨便 真的Hello 你看美國的明星 每一個隨便穿出來都是 他穿的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睡衣 隨便塞在靴子裡面 或是短褲 好 這個也是沒有錯 或是我們去大學的時候 我們去上課也是會穿睡衣那樣子 我知道 但是如果是要去一個餐廳嘛 然後是比較高等的 可能就要穿比較正式一點點嘛 至少不要穿藍白拖啦 你的棉褲跟毛梯可以留著 我在家裡一整天 因為有時候我需要什麼手便 什麼的 我在家裡電腦工作 我會穿這樣的 你在家裡也穿這樣 當然啊 你該不會洗澡也穿這樣吧 其實是有車要搭的 這樣然後就 因為老婆也是 他起來的時候 那要喝咖啡 但是穿 這我給你看 但是穿這樣 OK 這是隨意的 OK 很正常啊 居家 對 而且你拿這張出來的時候 你老婆知道嗎 但是我 OK 好像會被罵的感覺 對 你有問過他嗎 這個時候特別幫他捐杯的咖啡 OK 那... 不是咖啡的問題 你一個 喝咖啡這樣就OK 但是如果我一直在家裡一整天 如果我穿這樣睡 我覺得感覺是 like couch potato 真的 真的 我們就想要被罵的咖啡 我覺得這老婆感覺是 因為他馬上會回去睡覺 但是我不可以 真的 我要裝比較OK的 不算我要出去還是不要出去 一定要裝比較好看的 我覺得歐洲人跟美國人都這樣 就是每一次早上起來 我們真的都是穿 如果沒有要出門 我一定穿睡一整天 對 現在在台灣在家裡也是啊 不出門也是 而且我們睡衣的材質都很舒服 是不是 還流來都不怕的那一種 可是你會發現他們在家裡 每一次起床他們就會換好衣服 然後我就說你們要出門 然後他說沒有啊 但是你不覺得起床 就是應該把睡衣換掉 穿那個外出的服裝 可是他們沒有要外出 對啊 他們有一種講法叫做什麼 smart casual 就什麼聰明的隨便 就是他例如說可能去餐廳 或者去看戲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這樣要求說 你一定要穿得像是smart casual 然後我那時候看不懂 什麼叫smart casual 然後我就穿著襯衫跟 甚至西裝外套 到了現場之後才發現說 smart casual就是你只要穿的 能夠穿出自己的個性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能穿毛衣啊 什麼樣什麼東西 他專門取的一個名字叫smart casual 就是你不可以隨便穿 但是也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認真準備一下這樣 是不是 我也想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說 我是去美國 我自己個人去美國 歐洲觀察到有經驗 他們就算沒出門都會換外出服 那其他呢 你們的國家沒有出門的話 也會換外出服嗎 或者情舉圈不會情舉差 為什麼 不過不過我剛剛想了一點 因為像我在美國陪我 他們男生或女生 他們穿睡衣會整套的那一種 就是有扣子 然後一整套長一樣的 然後女生會穿那個 細肩帶蕾絲的那一個 所以那個是他們睡覺的 然後是私質的那一種 然後起床好像就把這一套換掉 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那種 譬如我有一個固定的衣服 就是睡覺 然後有一個固定的衣服 是在家裡穿的 這一套就是睡覺嘛 這一套是睡覺 然後一個固定的衣服 是在家裡裡面穿的 所以你會從睡衣換成休閒服 換成休閒服 然後我要出門 我又再換一次 好忙喔 這忙什麼啊 你們的 對 我覺得在家裡 不可以穿睡覺的 因為在家裡我還是要很舒服 那我一出門 我可能要比較在意 人家會看我這樣 對啦 可是如果說 所以你為什麼沒有換 今天 我今天來不及 對 我覺得算睡衣 所以你今天一整天已經知道 你的行程就是賴在家裡 你還是會換休閒服 我會有一套就是家裡的 那如果你只有起床了 然後換了休閒服 然後忽然間又累了 又想回去 你又會再換回睡衣 會 好忙喔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有時候 會有朋友來訪啊 就是你們隨時 可能有這樣的習慣 有朋友會去你們家之類的 對啊 我們這個很多 而且但是 對 他們來的話我就是要可以看 可是我 可是我就給他看的就是 對 我在家裡 我就是穿這樣 對 還有 你知道我捨不了 在台灣捨不了什麼 你們吃飯很快 你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享受這個時間 因為吃飯也是一個 享受的習慣 可是後面很多人在排隊耶 對啊 好 不是排隊的 好 工作的呢 你知道工作小 要吃便當或者吃東西 如果是我 我會去外面 然後我們又在公司 旁邊有小的公園 我就那邊坐啊 然後那邊拿我的便當 然後這邊有鳥啊 我怎麼那麼多鳥啊 你為什麼每一個動物都要給我們聽他們的聲音 因為很舒服啊 舒服這個感覺 放輕鬆慢慢吃 然後想吃 有蚊子耶 放空 有蚊子的 然後還是放空 有牛呢 吃 然後這個很舒服的時間 我很享受 然後我去公司 這個就是上班的時間 我的同事們呢 像我這邊滑手機 這邊吃東西 這邊點鬧 然後就吃一桌 然後就 噗噗噗噗噗 這樣 都變髒死了 都是他們的食物 然後每次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看到 最近我們的公司 辦公室裡面有老鼠 哦 所以我就跟老婆說 因為大家亂吃 上班的時間亂吃 所以老婆跟我同意 她說了好 上班的時間是上班的時間 如果你們要吃飯 就是這個 從十二點到一點吃飯 然後這個都要就要 大家要說好 現在呢怎麼樣 現在你知道 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有三十個人 比如說今天三十個人都在 所以我每次看不到三十個人 每次看到二十七個人 三個人才坐之下 然後這個三個人出來了 另外的三個人才坐之下 這個出來了 另外的才坐之下 我就他們那邊幹嘛 所以我坐一坐看看 那是辦公室 還是打地鼠的遊戲 對啊 所以我就要坐一坐看 然後看到一個人在坐之下 就吹蘋果啊 一個人在那邊 都偷偷吃便當啊 然後另外的吃零食啊 然後每次這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吃飯的時間 你們不能慢慢吃 像我們日本呢 雖然日本的房間很小 但是呢 就是看台灣就是 這一帶的特別是 我們一定有那個浴缸 可以爆澡的 但是台灣比較 可是你們的浴缸真的 很小耶 對啊 但是你想一下 你們是去東京啊 比的時候比較小的房間 那麼已經那麼小 但是他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那個 還是陰藥有個浴缸 對 因為呢 我是來台灣的時候 真的發現 台灣真的沒有浴缸耶 因為我們日本人呢 下班之後呢 就是爆澡嘛 而且我們每天 可以放那個什麼 有點像那個 溫泉的那個 溫泉粉 對 然後每天布葉的香氣啊 然後 一整天在那邊 然後變蠟燭啊 放音樂啊 這樣子 又來 你老婆就怕蠟燭中 沒有啦 主要的是我們很喜歡 在那個 浴缸裡面 可能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是有一點是讓自己 脫水 脫完水之後呢 然後昏倒在浴缸 然後人家 鄰居七天後發現你 沒有 不是啦 脫水完的時候呢 哇 這樣子的時候 出來之後 我就是今天 一開始講的嘛 就是開始喝啤酒 很爽 爽死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日本的電影啊 就是日本的電影 就是很多那個老年家 不可能是年輕 就是那個 或許老一輩子的 然後他們泡完溫泉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子 那個 喝牛奶 對 他們為什麼都喝牛奶啊 就是爽啊 那個感覺 就是因為 我們喔 就是日本人的老年家 泡溫泉 至少要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而且裡面有散溫暖 然後那個 含那個脫水啊 幹嘛 然後就是解釋之後呢 喝一杯那個牛奶 就是我們的一個 傳統的SOP 那我覺得剛才講的 都是比較平民的享受 我的英國朋友有一些是 奢華上流的享受 就是他們把看音樂劇 當成一種享受 又來又來 所以他去玩大英博物館之後去啊 我跟你講 沒有 我是到倫敦的時候 我當地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下完班之後 他們的享受就是看個音樂劇 然後那個劇院啊 那個票很貴 可能一張就要嘛 可能80英鎊 90英鎊都有可能 最可怕的是可能像我那時候 被他約去看一個哈利波特 從下午中 三點鐘開始看一場 看到晚上 然後晚上七點鐘再看一場 因為他是上下級 對 你已經玩得很累了 然後你這幾天的疲勞 已經滿滿的 結果你下午看 看完之後晚上再看 然後他中間很興致勃勃的 在那個酒吧那邊要喝什麼東西 跟我聊天什麼 但其實我已經睡成一團 他跟我聊任何說 那哈利波特的舞台劇多麼精妙 不行 我另外一隻手用手機 偷偷查在網路上面心得 剛剛講 對對對 那個東西變來變去好強好強 已經只能用這種方式在敷衍他 可是他們覺得說 跑到劇院去看是一種享受 他反而嫌我們 在台灣的時候都沒有什麼文化 那下班之後沒有去看音樂劇 因為一般台灣的那種劇 都是在週末 可能禮拜六日 才會有大的劇演出 可是他們是 一週七天都可以看 但是他們又有錢又有閒 然後可以在裡面 一邊喝酒一邊享受 但其實看劇滿累的 很累 對啊 要花很多 都很久 專注力 對啊 又對 又很久 很久很久 對啊 那老外在假期的時候 都可能會安排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帶朋友出去玩 帶小孩出去玩 台灣人有時候卻看不懂 你們這些行為有嗎 我跟你講啊 我覺得台灣有兩種人 一種是那種 他要放假的時候 比上班更忙 就非常忙 有另外一種 就是直接入冬眠 我現在在宜蘭的家 有至少十組朋友 來住我們家 我都要帶他們去玩 我跟你講 100% 不管我跟他說 我們就是幾點約 每一個人到時候 他們都睡到12點半 才起來 第一次 他睡得 睡得很爽很爽 像這有一組我跟他說 10點約啊 我帶你們去這個點啊 我們這個點啊 我8點就起來啊 什麼去散步啊 什麼換衣服啊 然後就是 就已經Ready接他們 都沒有人下來 很明顯啦 他們也不想去啊 對 十組人都不想去 對啊 對 是不是應該換節目對不對 不是不是 是換掉你自己 所以要換一下我自己 好啊 那他們很辛苦 終點 終點還不容易 12點半起來啊 唯一一個能做的 就是去吃那個芋頭冰 吃完芋頭冰 他們就上課運回台北了 很好啊 這樣什麼都沒做 有吃到芋頭冰啊 有啊 那有吃到芋頭冰 有開到水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離開了你啊 對啊 OK 而且他們有休息到 有睡到自然醒 有 有 那就好了 OK 太平了 太快吃不出來 好容易被睡 我 完全被睡 快哭出來了 我也有很多朋友 是這樣子會睡死的 每個週末 但是我們美國人 其實還蠻喜歡 如果沒有什麼派對 什麼活動的話 我們是比較喜歡 安排我們的週末 慢慢的 就是都知道 哪一天要做什麼 所以例如說我的石友 他有時候 就是會睡得很晚 然後要醒來的時候 他說我們晚一點 可能去看個電影啊 去吃個飯這樣子 就休息一下 但是我其實本來都會 希望可以好好整理家裡 因為平常我們都在上班 就沒有時間整理家裡 然後家裡如果整理得比較好 就比較舒服嘛 所以就 他說我們去看電影吧 我說 但是我今天本來要 掃地 拖地 洗衣服 洗貓 換貓紗 然後他就看我 想我是神經病一樣 結果就是我們弄了弄了一整天 然後我說可能我們弄完了之後 可以一起去吃個飯啊 然後弄完了之後就一定九點多了 餐廳幾乎都關了 所以就沒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就叫外送 然後洗澡 睡澡這樣子 但他就覺得 為什麼要把那些週末 排得那麼滿 對 他們不懂得可以睡很久 這件事很舒服 我覺得他們就 可是他們覺得 反正以後都要睡很久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真的比較會睡耶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美國 也是他週末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你想說週末了 那當然這時候要十二點半 那是很開心的事情 就算你十點醒也要在床上賴著 賴到十二點半 就心情會很好 可是他們就是週末 我美國朋友都是說 一早就要去哪裡 去超級市場 而且要開一陣子的 去遠一點的 大型一點的 然後去採買一些 一週需要的東西 一週冰箱要把它塞滿 然後我說那可以下午去 他都不行 下午去可能水果就會被搶光啦 然後什麼海鮮又不新鮮啦 就是你知道他們要 早上 然後呢下午 也不能在家 下午呢 我想說早上採買 我們一定 台灣人一定是下午就在家休息 沒有 下午繼續去像是IKEA 或是像台灣那種B&Q那種地方 因為他們就是要去逛逛 看看家裡有缺什麼 所以那這樣 我不是想說到底有缺什麼 那所以這樣講起來 其實台灣人是比較會生活的啊 因為他們就是利用禮拜天 然後沒得休息 要把它一個整個禮拜的事情都 因為他們就連去買兩顆燈泡回來 他們也是覺得說 哇 我們買了一個家裡需要的東西 對 然後也是要開很久耶 你看禮拜天耍廢的行程 就是早上起床 然後叫個早餐 吃完之後再睡 睡起來之後 看個劇 叫個晚餐 然後再睡 多舒服 但是我常常看到就是台灣人一家人 週末的時候去打買場 然後把一整天都滑在那邊 逛逛吃東西啊 然後整家就一起去 講說就是整天的一個行程 那也是總開心 沒有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台灣人的這個比較不好的點是 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週末啊 通常是你們六點起來 沒有發現 下一位 等一下 我只有講到三分之一 OK 還沒講到重點 因為 有重點嗎 有 其實有 有重點 因為就是很多台灣人就是 週末的節奏突然變 然後有沒有發現會更累 然後禮拜一繼續上班的時候 就是那個睡不好 因為那個 晚上通常是那個 平日是 大概十一點睡 六點起床 但是有時候睡到 禮拜六睡到下午的話 就是晚上睡不著 然後禮拜天有睡不著 然後禮拜一更累 不會啊 謝謝 哈哈哈哈 我知道 就是有一個在台灣 我覺得 我們在法國喜歡是自己搜東西 如果有東西壞掉 所以要自己做一個什麼家居 也是簡單的 我們喜歡自己做 所以我們有很多什麼DIY的店 一座一整天又過去 對 你們台灣都不會啊 下來了 你們台灣都不會 你們台灣其實找 幹嘛壞了什麼東西壞了 找個人來弄很便宜 對啊 你要叫我們去 而且水店行就在家底巷子裡面 就很近啊 你自己說還有感覺啊 沒有感覺 因為像我們台灣的家居 好像那無斗櫃好了 就大概是整座買回來 手家對不對 我上次在Keya買一個 無斗櫃回來 我就這樣 然後後面的牆子 我還在那邊貼好 就已經不行了 是不是 他自己組合 他抽屜很難 我有一個朋友上次是 他的地板是木頭這樣 然後就是有一點出來這樣 我跟他說這個你用膠而已 就是講很簡單 大概需要十分鐘 說他不會 他比較喜歡講木工來 然後他可以在沙發上看電視這樣 多好 很好啊 但是你自己做東西 你會很開心吧 好 沒關係 不要生氣 那以後我們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打給你 打你 但外面我們是很喜歡自己動作 對 他們很寫 你可能知道 我的爸爸很喜歡修理東西 因為每個週末都會做兩種事 他喜歡修理你 沒有 他喜歡修理車 說 說不到 說不到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修理車 可是每個週末 就到兩天 他就那邊跟朋友們 就看什麼修理 然後喝啤酒 這個是他的一個興趣 另外的興趣去教育 可是他去教育不是一個小時 就兩三天 禮拜五下午 他就開始在上班 他開始想好 他跟朋友們去那裡要準備什麼 然後早點下班 禮拜五差不多 禮拜五下午四點下班 然後都拿了 跟朋友們那個酒準備 然後他去去 然後晚上 很晚很晚晚上就回來 禮拜天晚上回來 然後就這樣 然後其他的烏克人也喜歡去外面 就戶外的 參加戶外的活動 或是一大自然的東西 就是我的媽媽也喜歡去外面弄花 因為你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就沒有山 沒有怎麼不可以拔山 不能做很多跟台灣的這種東西 可是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就每個這麼喜歡去巴山 但是台灣人也喜歡去巴山 可是你們很喜歡方便 所以如果你住在台北 週末很多人 比如說你要去山山 超級多人 超多人 你要去見面山 超級多人 所以我喜歡去到禮拜六早上 差不多六點起床 然後叫我的女朋友起床 跟他說快點快點起床 我們去 我帶你去個很棒的地方 在宜蘭 那邊有山有瀑布 然後他就起床 七點 六點說 六點神見面 你自己去啊 是你要怎麼找我去啊 六點我真的會想生氣 但是有什麼生氣 我開車你就坐我的車 然後就到那邊 我可以幫他 坐車你起來我們也是要弄的 坐車也很累耶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帶他去個瀑布的地方 那邊就很安靜 你可以聽睡的地方 我可以聽 睡的 他會在那邊吹下去 台灣女朋友 你到底有多在意 你好 你看這個是很浪漫 因為你要是個自然的音樂 他就直接在家睡就好啦 他可以播放那個心靈音樂 也有鳥啊 對啊 所以你還要鳥嘛 他不知道 台灣女朋友是台灣老婆 有兩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讓他睡 你要讓他吃飯 你不要讓他餓的 這個是最危險的兩個地方 如果老婆沒有睡 他餓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 我們上次也是要去日本啊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我跟你講 那個竹地啊 都超新鮮 大家一定要去吃生意 知道的 我說知道這個竹地 他說 他說第一批第一批 我們去吃最新鮮的 我說那第一批幾點 他說四點半 那我就算了 謝謝 太早了啦 所以我女朋友也是說 禮拜六他一整天睡覺 一整天到差不多下午五點 然後禮拜天呢 禮拜天九點到夜睡很久 然後去跟朋友們吃吃吃館街而已 好無聊 超級無聊 你自己去就好啦 我之前跟我老婆也是這樣 我自己去啊 覺得好算 你可以去那邊 瀑布的地方 有鳥 有鳥 真的 兩隻在家裡 怎麼不至於開一個鳥園 那是誰 到底怎樣 另外一種就是很... 很享受的事情要做 其實我覺得吃飯 吃飯就是要享受的 那那個吃飯呢 我就是覺得是說 我從小都是習慣這種 就是做飯 就是料理的這個過程 是比較重要的 是 因為像我們這樣子就是 我喜歡就是 如果我下族的話 我就喜歡就是放音樂啊 然後在那邊就慢慢的做東西啊 然後因為烤有一些東西 我們就是西方料理 就是時間很久嘛 所以可能就是在烤的時候啊 去擺盤啊 點蠟燭啊 然後就是要很漂亮的那樣子 我覺得才是這種比較享受的 而且搭配一點紅酒啊 邊做飯邊喝就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我們聖誕節那時候 就做的嘛 然後就是要做很多的一些小東西啊 可是因為我這樣子 也是有蠟燭耶 有 當然有蠟燭啊 所以馬丁的罩門是蠟燭 對 博文的罩門是鳥 鳥還是狗狗毛毛 不是 可是因為這樣子 像我要做飯的時候啊 通常就是可能就是我煮 我要兩三個小時就跑不掉 那因為這樣子就是 老婆就會覺得這個 是太浪費時間啊 跟就是費工嘛 因為她 而且她把廚房搞得亂七八糟 對啊 又沒有收 而且這樣子會超過那種 安東妳有吃飯的時間 對啊 因為我覺得假日就是要放鬆 我們就是到外面去吃就好 妳每次搞一頓都搞 妳不用洗 對啊 每次搞一頓都要兩三個小時 安東都已經餓了 所以我覺得放鬆 週末我們就是到外面訂個餐廳 享受一下餐廳 你看 所以今天聽了那麼多啦 生活是自己的 小日子要怎麼過自己要動動腦 是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是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而Friends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人 見 看到 摯 梭 founder translating